你们信不信,几十年的夫妻抵不过一个甘认识几个月的外人 也许你们会觉得这句话很讽刺 可是,这就是事实 尽管认识几个月的人没有参与他的生活 也没有参与他的柴米油盐 但是,只需要他安慰安慰,说几句好听的话 他就会觉得自己遇到了真爱,遇到了懂他的人 养鱼的人天天喂鱼,鱼觉得对他不好 钓鱼的人来了,用一点点鱼饶就把鱼给勾走了 然后就上了案板,要蒸要炸,他都满足 是这样吗? 嗯? 男人为什么要好色一点呢? 我问你啊,男人这一生什么是你的? 女人是你的吗? 女人只是暂时的借给你用用而已,对吧? 用好了呢,你接着用 用不好了,你就放手让给别人用,对不对? 孩子是你的吗? 孩子是你生的 当他长大以后,娶妻生子了 是人家的媳妇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钱是你的吗? 钱呢,你花了是你的 你不花呀,就是银行的,对不对? 所以什么是你的? 只有健康才是你的 你有本事活到70岁,还灭入桃花 身边吧,还有一堆女人喜欢你 那你就是牛逼 所以呢,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 该出去旅游呢,就去旅游 看到美女呢,该好色就好色一点 这很正常 只要是对健康好的,都是好的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如果一个女人拿你当备胎 那么她就一定会出现以下这几种表现 一,对你的红包来者不惧 二,很少甚至不关心你 三,有一堆名正言顺的异性朋友 四,从不与你分享她自己的心事 五,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才会想起你 你的身边出现过这样的女人吗? 你知道吗?最让人心疼的男人 永远不是那种到处诉苦,苦大仇深的男人 而是那种明明经历了毁灭性打击 却在外人面前一声不吭,平静如水的男人 他们明明满心满眼都是故事 却总是装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他早在那段沉默不语的日子里 摔了人生最狠的跤 经历了最亲近的人的嘲笑 他明明有一万种借口可以去放纵堕落 但还是爬起来,拍了拍衣袖 积极坦荡的去面对生活 绝处逢生的男人 他不需要你去心疼,也不用你可怜 独自经历了那场风雨之后 他便拥有了热腾腾的灵魂 什么样的男人最孤独 最孤独的男人不是单身的男人 而是他明明有妻子,有孩子 却依然感觉孤立无助,无人倾诉 他明明有家庭,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 他有妻子,但没有爱人 他有婚姻,但没有家庭 每天朝夕相处,却形同陌路 最关键的是,还不能像单身男人那样 自由洒脱的生活 一个男人最大的幸福 就是有一个女人为他牵肠挂肚 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 就是有一个男人 不管再忙,都不忘给他发信息 惦记着他 两个人相互惦记,才叫爱 一个人瞎惦记,那就是贱 爱是相互付出,彼此珍惜 好好珍惜那个在乎你的人 真正爱你的人,怎么舍得冷落你呢 你是我心甘情愿,什么都不图的人 可现在,连话都不知该从何说起 我不想用消失来证明一个人的重要 但热情这东西耗尽了 剩下的只有疲惫和冷漠 如果有一天,你回头发现我不在了 请你记得,我也曾孤独地等待过你 如果当初没有添加好友 如果当初不认识你 如果当初和你保持距离 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 感谢你的出现,让我爱过 见着面才能看到一个笑容 感到心疼,感到温柔,感到眼泪 所以那些连见一面都懒的人 大敢去谈,去想以后啊 以后有时间的话,就得见那面,好吗 放下手机,早点睡觉吧 辛苦了一天,别胡思乱想了 心就那么大点,想多了他也会累的 早点休息,做个好梦 因为梦里什么都有 睡前原谅一切 醒来不问过往 祝你好梦 在男女关系当中 怎样才能让男人快乐呢 今天呀,我只讲两条 第一条 不要一次一次的拒绝对方 你的拒绝呀 会严重的伤害到男人的自尊心 对于男人来说 男女关系呢,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他跟你在一起 连发生关系的资本都没有了 那么他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呢 你一次一次的拒绝呀 会导致他对这段感情心灰意冷 想要结束这段关系 一个女人的安慰 对于男人来说 是生活前进的动力 他会有更多的勇气 不停的去奋斗 第二条 在男女相处的时候呢 该主动的时候呀 就应该去主动 你会发现呀 其实男女关系当中呢 都是男人比较主动 但是一个男人主动久了 他也会感觉到累呀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主动呀 就会非常的重要 你主动的提出自己的需求 主动的去改善两个人的关系 那么彼此的关系呢 才会越来越好 男人你千万不要多喝葬红花啊 因为我怕你一旦喝了葬红花 你就根本停不下来了 男人喝三十天 女人开心一整年 葬红花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啊 简直是太多了 一夜都说不完 但是啊 由于它的价格昂贵 很多人呢都舍不得喝啊 今天谁刷到这条视频 谁真的是太幸运了 厂家可来大福利了哈 一碗头茶的葬红花 虽然它是按刻卖的 但是一刻呢 又好几百根呢 每次你就泡个三五根就可以了 加上八十五度以上的热水 冲泡一分钟就行了 这一刻呢 足够我们喝上大半年了 葬红花虽好 你可不要贪杯哦 趁活动这么实惠 走下脚的小黄车 你赶紧去排 切记一定一定 不要超过十根哦 十人烧香酒味财 不知财从善中来 为人有德天长佑 行善无求 福自来